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39年里面是我经历了四位校长 当然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风格 我唯有缩小自己来配合他们 他们可以很放心的 信任的把工作交给我 这是我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当然有挑战才有进步 我最挑战的就是电脑 另外就是有时候校房要我世界的教师勤检 还有那个运动会勤检 这也是让我最疼痛的东西 因为我都不会的 当我面对严肃的校长的时候 我最怕的就是迟到 因为当时我要送好几个孩子去写上上课 当我进到校门了 校长只要看一下手表 我就已经很害怕了 让我最不开心的事情 应该是郑云校长的兔兰女士 因为她跟我公私14年 真的是学校损失了一个很好的校长 另外就是我一个同事 她跟我partner了19年 可是她因为一场车祸 就不能够再继续工作了 我就这样子损失了一个很好的拍板 在朋友眼中 身兼多职的Mr.雄 不论是在职场上 亦或是家庭里 都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 生活在忙碌 她都不曾抱怨 没有想到我会待了39年那么长 应该是学校的环境吧 那边安稳 没有勾心斗角 可以和同事们都合路相处 另外是我的三个孩子 也是在那里毕业 我最要感激的就是我的先生 他可以让我前置 在重振工作了那么久 我最愉快的就是 我认识到很多教型的朋友 可以谈心 在网络的日子是 我们还是时常有出去旅游的 也很开心 就是时常有跟那种学生接触 还有那些新志言 老师的陆陆续续加入 使到我们都有一个很年轻的心境 我对这个先生 也就是说谢医院书记的印象是非常非常好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好的班手 做事非常好 非常有效力 紧紧有条 那么他的个人的为人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女生是学校的秘书 管家婆 一个大型学校 两千多个学生 百多位教志源 每天找他麻烦的人一定很不少 但是他都得心应手 意义完成 她是我心目中的女超人 我们把什么难题丢给他 他都可以把我们隐忍而解 这样 你从来不需要烦恼任何东西 我很舍不得我的那个工作是真的 还有那个美丽的校园 我真的是很喜欢那个环境 讲真的 还有很多朋友 他们还在城镇继续工作的 我要祝福你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我祝福我妈妈永远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希望你可以好好地过每一天 爱你哦 离开学校多年 米西兄依然想念学校的点点滴滴 毕竟39年的情节 已深深烙印在心里 就算从学校职场上退下来了 米西兄的生活依然过得很充实 人生就是如此 只有不断地努力 才能让生活过得更精彩 在此 让我们一起来祝福米西兄 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快快乐乐地度过每一天